6月13日下午,G15山海高速温岭大溪段发生曹灌车爆炸事故,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事发后,记者来到位于事故核心区域的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梁山村 距离事发地数百米,就能看到飘起的白烟 处于爆炸核心区的工厂,已经面目全非 周边村民的住宅也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地面满是建筑废墟和玻璃渣 许多小型汽车被掀翻,空气中也弥漫着刺鼻的气味 6月14日上午,记者在一处安置点遇到了当地村民卢正辉 回忆起爆炸当时的情景,他仍心有余悸 卢正辉对记者说,他们家距离爆炸区大约500米 事发时,他正在和2岁的女儿在家休息 起初以为是地震,当第二声爆炸响起后 就赶快抱着女儿逃出了房间 一开始这一声是不大的声音,响量不大 第二声声音很大 第一声响的时候,那时候 在外面说,他说人家说那个什么很大很大 直接都飞到后面了,飞到后面了 飞到我们房顶这里飞过去了 我就在门口看嘛,就在窗户口嘛 第二声爆炸的时候声音很大,那气浪很大 就冲到那个垫上啊,那个玻璃,玻璃的时候那个,我的那个窗领布很厚的 没有窗领布,那垫上全都滑了 你这个眼角这个是? 自打的,那个玻璃,那个窗领很厚的,两个窗领子 没有两个窗领在垫上肯定都打,都滑了 吓坏了,肯定吓坏了 没有的我的房间,房子像里面的灯啊,装潢这些全都炸的不成样子了 像那个电视方的炸弹一样有冲击力这样的 冲击力还非常大 女儿在床上睡觉,我直接抱着女儿拿着被子抱着,就直接往楼下跑嘛 出去了之后,就全,全都,地上全都是玻璃,那个,那个,那个,铝合金窗这些全都下来了嘛 也,也,也,也很大,那比起了,那比也很大上来 女儿昨天晚上睡觉一样方面,就是说,睡睡醒醒,睡睡醒醒,很,那个炸的 6月14号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凉山村 相较于前一天晚上的满地废墟,凉山村的路面已经整洁了很多 空气中的刺鼻气味也已经消散 许多村民正在家中打扫房间 当地村民对记者说,爆炸时都听到了两声响声 现场冒出了许多白烟,因为担心再次爆炸,一些村民吓得不敢回家 我就在楼下做事,只是听外面那个,好像有声音我就跑出去看了一下 那样子,看了一下,刚才就是,刚开始就是那个,那个白色这个嘛 后来就出来了,就爆炸起来了 不敢上来了,就是一直都在下面了,不敢上楼了 就那样子,上楼 我就当时我就怕那个,还有爆炸,我就不敢上来了 不敢上到房间,就是一直都在外面 就是好像听他们说,村爆炸了,村子爆炸了,这样子 我还以为不知道爆炸,还有没有爆炸,又没有停 也挺多是吗? 嗯,我已经打扫了,现在 墙面什么的都还好是吧? 墙面还好,好像这边 那边肯定是火炸起来了 火炸起来,一大坏也好好的 这个第一次是一起烘,第二次是哈哈啦啦啦啦啦烘 这样子,这样子把这个葱子,那边这个叫葱 这个葱子都烘到那边后面子,那边烘到后面子 烘到后面子,把我们家这个西方街都偷倒了 偷倒了,偷倒了 这个小的生子在上面,露上 奶奶,你刚没有这,我把这家里泡泡死了 把我们这个汤都打坏了 有个人怕死了,或者是一人都开不进了 真乱乱这个银河子 这边都是烟是吗? 都是银河河河河的 被反正人都没有看不进了 这一小时没,就被警察罪了 警察罪了,我都不愧了,没有改良恐怖 截至记者发稿,事故共造成20人死亡 各医院正全力就职伤员 其中伤势较重人员24人,生命体征平稳 现场大规模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后续搜救及各项善后工作正有序进行中